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这个iPhone 16 想不到在人口大国 阿耶穆斯林世界最大人口国家 亦都是一个新兴国家非常大市场 就是印尼 不让他们卖 禁售iPhone 什么事啊 原来他们就很简单 你们啊 有些东西做不到 原来对于iPhone来说 我们说人口大国应该市场很大 但其实对于印尼来说 其实它的市场相对小 所以印尼政府的禁售令 当然了 帮不帮到本国经济 现在西方就觉得 要不怕你啊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了 就是印尼原材料 他们看金融时报都挺傲慢的 最后来就伤到本国的消费者 不是伤到iPhone 但是iPhone又好像挺紧张的 为什么呢 你要看得远一点 远一点是什么呢 我只是这条供应链 产业链 印尼 很多制造iPhone的关键原材料 如果他说我制造不出给你 那你怎么办呢 你都傲慢 你都想一想 为什么呢 当然了 没有一间公司希望自己的产品被禁售 但是印尼已经颁布了 对不起 iPhone不能够在印尼销售 印尼政府禁止iPhone在东南亚最大经济体 你记住 最大经济体就是印尼一个人口 原来新款的iPhone16 其实不准卖 即使你觉得是否致命呢 我又觉得还不是 但是 你这样来搞 也不是一个好时机 可以这样说呢 原来印尼的工业部长就裁定 iPhone16不准在我们国家卖 因为苹果在印尼的分公司 原来是没有兑现承诺 那之前呢 原来他们就答应过印尼政府 我们智能手机的本土含量 要达到百分之四十的要求 如果本土含量达到百分之四十 那原材料呢 要不就是其他那些在製作 製作就应该是没有的 那原材料 当然了 原材料有些关键原材料 iPhone也是人质人的 原来 印尼政府十月的时候也都说 苹果 在印尼的投资到今时今下 又真的比较少 而且差一点 你都不给他 那就是1.5万印尼吞 大概9500万美金 那比他承诺的 1.7万印尼吞 其实就差很少 但是你这样也不愿意 苹果这样也质质薄吗 还给他吧 对 其实你投资很小事而已 是吧 那他又不肯定 是长远的 原来印尼政府 一直都是想着 学印度 就是印度製造 现在他去印尼製造了 你别说了 就算中资也逃不过 也要在当地设厂 那么好关系 是吧 也是希望加大企业进口商品的难度 来鼓励更多的外资进入印尼开厂的 那么 电讯产品需要是获得认证才可以销售的 产品的价值 起码有百分之四十需要在印尼生产 或者是原材料 其中包括在国内采购 是资本的货物 还有是服务 原材料等等 原材料他卖得足够的 因为iPhone有些 重要的 矿产金属 来自那些都是印尼的 但是其他 就是厂房 和服务不够 服务其实就是 其他物流的东西 原来满足这个价值 要求的其他项目包括在国内要开发 一个 App 或者 研发其他创新产品 苹果已经选择在印尼 原来是建立开发者学院 这项禁应对于苹果来说 其实也 来得不是时候 你说到不用怕 不是很大影响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样 始终 他们都是 穆斯林 最大 人口的国家 以及在东南亚最大经济体 iPhone其实在印尼的销量 近年不断增加 现在 已经占据 高端智能手机市场 40%的份额 智能手机市场 在印尼的定义是600美元以上的手机 从整体市场来说 印尼的智能手机 销售量今年也有所增长 第二季度增长 大约五分之一 5G的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 亦有所加快 第二季度 的销售量也翻了 自从9月以来 iPhone16在亚洲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面临着强劲的需求 所以 在中国 和2023年推出的iPhone15上 iPhone16 推出后的初三星期的销售量 高了 20% 但是 应该客观地看 iPhone的直接影响 印尼的销售量不断增加 但和整体市场来说 Android 手机 仍然在印尼是 一个 非常主导地位 占87% 对苹果来说印尼 当然 是否像中国大陆那么强劲 那么差得远 但是始终你有潜在的 是市场的价值 以及不要忘记 你得罪了政府 顶你 你说什么 其实 其他都是小事以后 它什么都卡你 你记住你也有关键原材料 你手机里面很多关键材料 有很多来自中国 有很多来自印尼 对吧 原来iPhone的 市占率 占他们的大概十分之一 全部智能手机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苹果 去年在全球卖出2.35亿部 智能手机 原来印尼人 依然是可以买到的 是怎样买到的 他们是这样的 原来旅客 每人 可以攜搭iPhone16 两部 最多可以攜搭两部入境 一部自用 是吗 怪不得 当年 先达 光辉岁月 现在到了印尼 每个旅客最多可以攜搭两部iPhone16 但是你知道 8月到10月期间 大概9000部iPhone16 透过 是 个人的行李进入了人尼 以及你不要以为不用打水 全部要打水 当局强调 虽然这些手机 在印尼境内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被发现 你拿来卖给人 就会被 认为是非法的 你执法力是多大 有多大 如果你大 请他喝杯咖啡 就能够过关 那 可能不是那么便宜 很多杯 很多杯 当然 这个西方媒体也是傲慢 亦说 印尼人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买到 政府禁令最多是伤到国内消费者 就不会伤到苹果 苹果为什么这么紧张 其实他最怕伤到他 对政府关系 是的 你想想印尼现在 的确确 在世界上的威望是越来越强的 在左科威 当然 之后那位客戈 应该都是用左科威的 前总统 左科威的 思路 就是站在中间发展自己的经济 和大家可以做到朋友 其实苹果也被人看好 原来苹果的市值 现在当然还是排 世界第一 明年有多少 原来 专家就说 明年有机会挑战四万亿美金 估计明年的 iPhone销售量 可能 刚才我们说它有2.2亿亿 明年可能2.4亿 iPhone 当然 看看 前三位 应该前五位都是科技公司 第一 暂时 昨天的数字 最高就是苹果 3.5 2万亿美金 第二就是英伟大 3.47亿美金 第三就是标数 3.18亿美金 当然现在 就不再走在前线 第四 就是 第三的是微软 就是标数 Bill Gates 大家都记得 第四就是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2.01亿美金 2.01亿美金 第五就是 这个 亚某信 1.97亿美金 第六 就是 沙地亚美 就是 1.75亿美金 其实它曾经试过是超过苹果的 之后就是META 台积电 还有波克 下海 失威 之后第十 就是Tesla 8,641亿美金 其实跌了一些 跌了一些 Tesla 它有起有落 也经常 因为Elon Musk 不会乱说话 对吧 说话的话 又跌了一些 有时候有什么法律 还跌了一些 苹果 亦都是 有一件事 它就算是 赢了 就是 Apple Watch 的专利侵权官司 当时 很严重 去年的时候 拜登也发声 我还记得那时候 原来 苹果公司 说服了美国联邦法院的陪审团 认定医疗技术公司 这个 MASMO 智能 手标 早期的型号 其实侵害了苹果Apple Watch 两项的设计专业 这项 判决 双方 亦是 为双方知识产权的官司 再添一笔 因为他们经常说 你告我 我告你 这个也挺个人的 当然 侵权赔偿有多少 很小 你知道多少钱 几百万 没有 原来 几万 没有 苹果贷得250元 这个侵权赔偿 那些 律师也很爽 这个亦是美国 法律规定 专利侵权最低的赔偿金额 对市值三万多亿的苹果来说 未不足 可能是 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其实苹果委有没有律师 都告诉法定 这个官司 他说明不是钱 说真的250元 五美金 添辑 真是说真的 住间 可能一餐 看看他吃什么 一餐饭 两百多美金 这些人可能一餐饭 就没那么多 没那么少 这场官司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钱 而是希望 取得强制 是Masmo 禁售智能手机的法院的命令 对于这个问题 裁判 陪审团亦裁定 Masmo目前销售智能手机 并未侵害苹果的专利 其中包括 是 苹果之前控告这个公司 抄袭的发言 Masmo亦说 感谢法庭 的裁决几乎 在所有议题上对Masmo 都是有理对苹果不理的 并且 裁决 正是适用于 难怪 因为那个已经停 产的一个模组和充电是停产的 所以 这样有得报的 是的 苹果不是说这个是 象征义的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以为我不理 其实声明亦说 苹果主要 是寻求针对Masmo 现任产品的 销售禁令 但是 佩审团针对这个议题 做出决定 其实对于Masmo 是一个 大的胜利 苹果亦说 很高兴看到裁定 这个有助于 是 保障我们 帮客户创新的 这样说 其实总部委南加州的Masmo 之前亦向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 IT市提出申诉 他又指控苹果 是 堪拒权 所以这两家很过瘾 你过我我过瘾 有点像以前三星和苹果 很过瘾 三星和苹果应该是 显示屏 手机的 屏幕的 判决也很过瘾 有时三星赢有时苹果赢 没错 最后我们说 苹果是最高值 但有一段小时间 辉达也是成为 全球最高市值的公司 台湾肯定大声说 我们辉达 睡觉好夜 睡觉好夜 去到哪里就跟回当地的 白面玲珑的这些人 东北大花可以穿 也可以去夜市逛一逛 睡觉好夜 可以带牛仔帽跳回 踢踏舞 对 所以这些登大卫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 那些人 到处都吃得开 那就是 什么 这个白面玲珑 到处去 什么都吃 是的 如果不是怎样成为 市值最高 啊 辉达不是美国 有公司 他分公司全世界 都很多 嘛 这个才是正常啊 是吧 难道好像这样 他后来都说 华宝珍真是 因为他知道你的台媒 整天抓住他来炒作 不可以再说那么多了 当然我相信苹果也是一样的 包括添曲 去上海 可以跟曾瓦 可以跟郑海 大陆知名的 是 艺人 吃过 上海传统早餐 但他去印度 亦都可以跟莫迪 有谈有谈 是不是 这个 不是世界 小子 喂 或者 不爱省的 如果是非达就是省 商人无祖国 而且他背的不是自己 他背的是几万亿市值的公司 他一句话 可能令到 很厉害 当时 Elon Musk 去大陆 又是 他一个动作 跟大陆 比强 中国大南 有些是OK 立即 变成了 喂 真的他一个动作 可能一个行亿美金 如果你要办法 这么高市值的公司 我们就是 一亿都好 一世都赚不到一亿美金 但是他们来说 一句话 Elon Musk 也是很搞笑的 有时候 不小心 不知不小心 也是很大件事 他说一句话 可能赚了几亿 亦可能说一句话 亦都赚了几亿 对 没错 所以这个 很搞笑 这个费城的 检察官就以非法 经营 是 彩票去告 Elon Musk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送100万美金 原来是不行的 我当时也说 他说什么赠送100万美金 给选民吗 记得当时有一个 就说 鼓励 摇摆州份的选民去登记 哈哈哈 掌援人 送100万 当时是坏 他真的送100万美金 有钱 死了 亦是鼓励 摇摇 摇摆州份的民众去登记 做选民提出了随机抽出一位幸运 就可以 获得100万美金的奖励 这个 举动最终是遭到司法调查 费城 地方 检察官就以非法经营彩票 起诉 马斯克和 他的 是叫美国 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个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说 行不行 你这样 听说 别人说变相买票 我觉得有点似 有点 有点 拆变球 踩一踩 他以为没事 他以为没事 结果真的有事 是吧 好 今集节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